大家好 觀眾 早晨 歡迎收看星期五早上天文台的天氣報告 今早是楊國仲和大家談天氣 我們今日的天氣情況繼續是又曬又熱 在這裡提醒大家 酷熱天氣警告仍然都是繼續生效 如果大家今天需要做一些戶外工作或者是活動的話 記得要準備多一點水 小心中暑 一旦有不舒服就要去一些陰涼的地方休息一下 或者是盡快去找醫生 6時時時 市區的氣溫已經有30度 新界普遍也有27至29度 其實不僅是香港 受到高空反氣旋的影響 華南甚至南海的北部都沒有太陽光 所以我們預計今天都會大致天晴 天氣相當之熱 市區的最高氣溫有34度 新界還會再高2、3度 不過也要留意 下午的時候局部地區有機會有些趙雨的發展 風勢方面整體會出一些輕微至和緩的西南風 今天除了熱之外亦都是相當之曬 最高止外線指數是會有10 強度屬於是甚高的 大家小心中暑之餘 亦都是要做好這個防曬措施 接下來又是星期六、星期日 天氣情況會如何呢 我們預計接下來的兩、三天天氣都會持續酷熱 最高氣溫繼續都有34度 如果大家在接下來的兩、三天安排了一些戶外活動的話 記得要留意天氣的情況 進行會外活動的時候 盡量可以避免長時間在這個烈日之下曝曬 到下個星期的中後期 隨著影響我們的高空反氣旋減弱 我們的天氣會變得有趙雨 甚至是有些雷暴 好了 這次是天氣報告 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預祝大家有個愉快的週末 多謝大家